中国大陆的间谍气球闯入了美国 在当地时间周五上午 又有民众在堪萨斯市的上空看到了它的踪迹 可以看到空中出现了两个明显光点 美国国家气象局在推特公布 民众拍下的气球现中的照片 那么也有议员证实 气球确实是飞过了堪萨斯市 尽管北京政府对此坚称 是气象科学使用的民用气球 不小心飞到了美国境内 但是美国显然是不买账 国防部强调这时刻间谍气球 已经侵犯了领空 违反了国际法 那么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 确定要先喊咖 另外加拿大也遇上了同样的情况 紧急召见了中国大陆的住家大使 要求说明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